argue 来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ar ar我们念成r gue念成gu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argue argue 那argue这个字呢 当作极物动词呢 它的意思呢 叫做争论 它有一个同一字 英文念成fight 我们看例句 If you want to argue your point effectively in a debate You must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in advance If you want to 这个if呢 是假如如果的意思 好 它说呢 如果呢 你想要去argue your point 争论 你要呢 去争辩你的论点 好 那这个point这个字 原本是点的意思 那当作名词 可以当作要点 或者是你对一件事情的论点 英文就可以说成是point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副词念成 effectively 那effectively呢 我们看到有ly结尾的 大致上可以猜得出来 它是一个副词 在这边我们中文翻成有效的 它的形容词就是effective 名词就是effect效果效力 好 所以呢 假如呢 你要去呢 争辩你的论点 argue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字 假如你要去争论你的论点 如何的争论呢 好 要有效的 要有效的 effectively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 in a debate 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我们念成debate debate的意思呢 就是辩论 好 比如说辩论赛里头 辩论中 你想要呢 非常有效率的 去争辩你的论点 you must 你一定要do a lot of preparation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preparation preparation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准备 但是不要忘记咯 这个字的字源自于动词 念成prepare 指的就是准备的动词 所以说呢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什么时候准备呢 你总不能够要上场 跟人家辩论的时候 才准备吧 好 所以这边呢 有一个片语 这片语呢 同学呢 不妨把它记一下 这个片语呢 就念成in advance 我们先看advance这个字 它原本当作动词 可以当作推进提升 当作名词 就前进发展 或者是预付 好 所以这边呢 特别要注意到 当我们在前面 加上in的时候 in advance 这个时候 我们中文就要把它翻成 事先 英文就念成in advance 好 那argue这个字 我们在后面有看到吗 把e去掉 再加上ment 就变成这个字的名词 因为我们知道ment 就是名词的字位 所以这个字还是一样 ar念成r gu念成gu ment念成ment 中音节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argument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看这个例句 Andrew agreed to settle an argument over parking with his neighbor They shook hands in the end 好我们看这个例句 Andrew agreed to do something 好 agree的意思呢 是同意 我们之前学过了 同意做什么事情 后面接不定词 好 他同意呢 去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就是settle an argument 那settle这个字 原本可以当作安放 或者是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你安顿下来了 英文就念成settle down 那后面如果接问题的话 那你就可以翻成解决 那在这边呢 argument它是一个争论 是一个问题 所以settle an argument 中文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 解决一个争议 好 关于什么问题的争议呢 这个时候有一个over over就是一个介细词 就是关于的意思 好 关于parking 那parking这边呢 指的就是停车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他同意呢 去怎么样 去解决一个停车的争议 和什么人一起解决呢 with his neighbor 和他的邻居 那我们看一下 neighbor这个字 它的意思 中文 我们就翻成 邻居 注意哦 gh 这两个字 它是不发音的 they shook hands in the end 他们最后呢 就握手言和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词 就叫做shake 那shake这个字呢 原本是摇动 如果后面接手的话 表示握手 特别注意到 它的动词三态 是属于不规则变化 所以这边的shook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好 那in the end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最后了 好 所以最后呢 他们就握手 握手怎么样呢 握手言和了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看看动词 我们念成 argue 争论 argument 名词 也是争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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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